S9一个羁绊都没有的无脑阵容 左耳不群 八四至尊 这套阵容关键就是左耳不群 还是那句话 八级全上四费卡 前排就是猪妹吕布 吕布上的越多越好 这一个技能控制两秒左右 给对面全都拍成荼豆雷 后排凡格卡莎泽利都可以 攻装给凡格和泽利 法装给卡莎 肉装给到前排猪妹 不要给吕布 吕布会跳走 还是那句话 这套阵容既能卡334的凡格 又能卡左腕皮枪的泽利 还能卡一手虚空的卡莎 这些大主流阵容全都给他卡住 我看谁他们还卷 我们这局的地点是皮生大学 第一个强化符文是彩色的 还是建议大家彩色桌子 在玩这套左耳不群阵容 开局第一个强化符文 我们拿下彩色左耳不群 回来换上无机版阵容 轻松连小炮都打不过 两胜一败来到五股风当 我们拿个锁字甲的王昭君 回来到五刃桶换上昭君 不是行不行啊大哥 咋又输了呀 我这还给别人巴巴上课呢 我浑身难受 一半一胜来到野怪环节 下手就给了一个锁字甲 好好好 先把前排装备安排好了是吧 这五个玩意儿 是一件输出装都凑不出来呀 阁下如果硬说鬼输算的话 我只能说你厉害 我给你大母哥 猪耳不群配幸运手套 主打的就是一个 不要羁绊装备随机 现在云顶之意 都快成潘多拉之意了 全是敌人节的传说之力 人手一个装备席 这前期全是神装 后期全是棋子 还让不让人玩了呀 我浑身难受 三连败来到五股风的环节 我们抢下一个拳套 回来又遇到两家潘多拉 一共五个回合 四个潘多拉 我他妈浑身难受 干嘛的畜生啊 来到最后一个强化符文 我们拿下无功听命于你 这名什么羞耻扯呀 回来直接拉到八人口 开始寻找四费卡 机格环节 我们八五基本成型了 二星凡格 卡莎和两张吕布 拳套给上凡格和卡莎 前排装备直接就合上 五个二猪妹二星了 把肉桩转移到猪妹身上 咱们的卓尔布群 八四至尊也小小的成型了 云顶S9 卓尔布群 八四至尊 猪打的就是一个无脑无羁绊 遇到的第一家是裁决节 三星节三星克烈 我只能说一般 真的一般 这是一家皮枪择力 二星择力 这个装备也不错了 我一星则利 这个装备 最后也打出来输出 这就是卓尔布群的强度吗 最后生一家四星小炮 这是我最后一次赢他 他拉到九人口二星大头之后 我就再也没赢过 最后第二受场 但总的来说 强度还是可以的 吃鸡就真的要看命了